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类其余是在比较放松的来去打一些任务吧 并不是说是特别的想把这个精力放在狩猎上 当然说的可能是不太好 就是不想去太让自己的精力就是特别的特别的累吧 就是想以放松为主 当然这个任务呢 说实话还是比较 就是比较 强度比较比较大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觉得 可能最近放松的差不多了 稍微的再来打一打 来清楚队伍中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这个 aerial style可以去 可以去奇怪 这样 这个位置太糟糕了 打不到 而且这个 对这个真的是很糟糕啊 好像没过都过不去 好像挤过去了 刚才是 这是怎么打到我的 有点不太对 我平常是很少 就是 我刚才真的是不太清楚 怎么会 怎么中的那招啊 感觉上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这是 好像有个大锤在 我就不跟他抢哪个了 这个啊 这个啊 再打另外一只脚 像刚才这招 我是觉得 我可能是站的位置 他拿别的横路 当时我是站的那个位置 离得太靠远 所以说第一时间被打到 但是真的是说 说实话是很少 很少被这个笛子是那么着 就是一瞬间就被轮到 一点的反应都没有 有些是不太满 这个任务我觉得就是 还要照顾队友 毕竟是太容易死人了 所以说也是需要 就是打起来是比较比较麻烦 我觉得我就不说话了 感觉上最近也是可能打得太 太放松了 其实机能力有点不太急 刚才那个阵地是不应该重的 是很可能打破了 结果是太多了 正是不太可怕了 它是很快的 所以说再舞蹈 是最后一会儿的 在最后一会儿的 下边的宾 最后一会儿的 是最后一会儿的 是最后一会儿的 不是最后一会儿的 就是最后一会儿的 这样手机开的 开的不好 我知道 这是有一定原因 但是这个队伍 我其实可能说的有点不太好听 就是 大家感觉上并不是特别特别的 就是配合的特别好 双刀是 HR是好几把 应该是我看他是玩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另外两个人呢 也是武器装备 感觉上就是比较 比较一般吧 像刚才怪有晕过吗 刚才怪应该是 可能也是没有晕过 不太清楚是 他是被队友给 就是 有时机的时候 他是就是运气不好 比如说被队友打断了 或者说还是他就是不太清楚 该怎么效率的晕怪 我是不太清楚 总之 可能吧 也是 我是把第二个收技给使出来 因为我是觉得 就是这个怪 可能会打起来会比较比较困难 但但是到比我想中的要要好 好些 而且刚才好像是奇怪 也是被被甩下来一回啊 所以说 就可能是 我是太 可能是这回是特 过于低估队友了吧 应该是在在信任他们一下 我觉得还是太高估队友了 平常我就是这个受技一般是 一般是单人打的话 需要开两次 当然连击的话 一般是开一次就够了 这个动作怎么又这么慢 他 我要把血加满 这个 就是 这是双刀加的 刚才看了个下面的提示 还算是比较专业的 从刚才大家血都不满 我刚才我以为是 当然我以为是我的武器是属于收到状态 毕竟是被被这个怪给 被被怪是被队友给打 打飞了 你看 都尖刀加的 是 把刀磨了 然后开兽机 开兽机 开兽机 在天上给打雾了 没有 没有打我 血太少了 加血加不来了 还是输出 我去把头留给大学 打开兽机 终于晕了 这个 这不太好 我想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打到 刚才是想 我受技应该是好了 其实刚才 怪KO后 我应该是去打头了 但是考虑到 就是脑袋上有个大锤 可能 当然大锤要是知道会 就是在团战的话 他要是用横敲起手的话 应该是不太容易被都打出硬直 而且我也不会说 站在他的脑袋顶上输出 所以应该也是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等于是受技攒的 不是特别的好 感觉有时候还是 就是太太顾虑队友啊 可能这也是导致自己平常那些习惯呢 是 就是会有所 有所被影响 或者就是因为 因为顾虑队友导致平常 该做的事情是没有 就会想太多 不太清楚该做什么 好奇怪 我们没有按了 按了反滚的 哇 我就不想脑了 因为有一个大臣在 这个炮弧呢 是比较 比较难于那只怪 就不跟他 不跟你捣乱了 可能是输出会受了一些影响 或者说就是 我的BPS可能会稍微低一些 这个 这怪一直没有 感觉上都会 都可能打的 所以说一直没有开兽计 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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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呢 就是 這是走三下 對哦 我感覺上飛血比較多 可能 我還是開個收復吧 判斷失誤 剛才那招是判斷失誤了 腦袋留個大錘 這招是 大家 大家 防禦 好可愛 算是開的 我感覺上這個時間就是不快不快不慢 可能剛才我看隊友們中招也是中的比較多 炮虎感覺就是移動比較詭異之怪 在你完全 可能就是學會炮虎龍那些 這些戀機之後 或者戀機之前嘛 可能你是會打起來比較 就是比較比較苦惱 當然知道他一些可以可以去反擊一些招數之後呢 可能會稍微好好打起來 剛才他應該是有一個 好像是往後退 然後吐泡泡 吐完泡泡之後他會跳到你身後去 也是 算是一個戀機吧 但是 真的就是說 你除非打的很多 要不然是很難 就是很難判得出來 不像像電龍 電龍感覺很多招數都是特別特別的 就是特別特別的好觀察出來 像是比如說甩尾 甩尾後 他是甩半圈 甩半圈之後可能會接個方便 這些招數還是特別特別的 就是特別特別的好看出來的嘛 所以說也是主塔一樣 當然 斬龍呢 我覺得是這 總之四 Cross裡面四隻封面怪中最好打的一隻 因為他所有動的實在是太 太好預判了 怎麼又沒有N出來 好奇怪啊 可能我這期 結束後要再檢查一下 我的手柄 可能我這期 結束後要去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我的手柄 可能我這期 結束後要去檢查一下我的手柄 有魚嗎? 好奇怪我可能還是摁的太太晚了 還是說我的按鍵有點慢 我真的是好奇怪 剛才這個是我在說話就沒有摁的太晚了 剛才那些我中的那些搖我都怕 可以說基本上不需要判斷 其實這個怪一定會打這個招數 但是不太清楚為什麼 就是可能摁的太晚了 像他這個直接是變換一下方向 然後肯定會咬你 就等我再打 打出一點點了吧 好 好 可能右開的不太不太對呀 但是無所謂的 剛才這個咬完之後 他肯定會轉身再小咬一次 總之就是斬龍可以預判的東西 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感覺上也是比較好打 但是他的這些攻擊 由於是準備的間隙都比較短 所以說有時候你要是不太節奏沒有把握好 我估計剛才我一直中招 可能就是我節奏沒有掌握好吧 可能是證明原因 所以說是他那個咬是一直中 真的是真的是不應該中啊 感覺上挺挺丟人的 這樣還剩一隻恐暴 這個速度 我覺得還行吧 不快不快不慢 平常我遇見的快樂隊伍就基本上一個 就一個獸祭持續時間結束後 這怪就直接直接死了 甚至連連搶走都不需要不需要補第二片 遇見的快樂隊伍就一苦 又有個手 有一個挑戰的快樂隊伍就不需要補到 我記得死了 有的 打擊就是 那個粉絲就不用怕了 三次开始打就比较好打 它的喷吐 主要是喷吐跟踩地板都是特别的 这边有个proach 直接是影响 它喷吐跟踩地板 是可以乱舞 节奏是非常非常的好 这只恐怖发现好小 磨个刀然后准备开手机了 应该这个火的会很大 还在 还在看我 刚才回避方向是不太对的 恐怖最安全就是在它的肚底下是最安全的 刚才是往外回避就是可以说是会更容易中招 发现今天可能是我手感不好 发现一说话就整个怪物该如何处理 就完全 就完全在脑子中是没有没有概念了 这个怪呢发现也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好 像是一些老出铁人靠 像是吐息啊或者是踩地板 我觉得应该是出的更多一点会非常好打 嗯 太棒了 我觉得刚才一种情况下大锤就完全是大锤的问题 他是明天是可以直接取消 取消那个大地的直接是打一个 打打一个全的本类 我还清楚他打完大地有没有把这个本类打出来 把我打飞总之我是有点不爽 怎么 怎么大家都在满满都在乱跑 我说什么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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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呆了 很少见发呆啊 这个节奏应该是应该是不错 恐暴等是四路状态 也是都没有没有使出一些甩人的攻击来 这个这个祈祷应该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大概30分钟 感觉还可以啊 没有我就是没有我想中的那么糟糕 可能是打到后边大锤也是 可能手感也是不错的 但是怪基本上至少是都晕了一次 但是也是为队伍呢是争取了很多的输出时间 这边 这东西都没有用了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